2020年同一發票盃路跑活動的記者會 今天就在台中市政府舉辦 那這次的路跑活動呢 一共有9000位名額 其中1000位民眾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那活動的地點呢 是在高美濕地的風車大道 今天的肇事記者會呢 就是希望9月13號當天的民眾能夠踴躍報名參加 財政部舉辦的2020年同一發票盃路跑活動 台中廠將在9月13號起跑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8月24號上午 在台中市政府舉辦一場造勢記者會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長吳聯英 台灣氣營總經理張志堅 台中市運動局副局長鄭隆維 一起主持熱鬧的開幕儀式 現場還有台中科技大學熱舞社 帶來青春活力的舞蹈表演 讓活動氣氛嗨翻天 我們會有一個醫護的團隊進駐在那邊 那當然如果說大家不能保持社交距離的 那個時候是還是要戴口罩 但是跑的時候因為他的路還蠻寬的 如果說大家是可以就是說距離有達到那個1米的話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這次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 選在台中市著名的高美實地風景區 參加民眾可以沿著壯觀的風車大道 吹著海風一邊運動一邊欣賞優美的風光 這次預計有9000個名額 其中包括開放8000個網路報名 還有活動當天捐出今年7到8月或9到10月 統一發票三張的1000位民眾 可以現場免費報名 跑完全程還能獲得豐富的禮品 高美實地是世界六大天空之境 國外網站也評為一生必訪一次的景點 那在它的旁邊有非常寬敞 寬敞筆直的道路 那沿著風車我們在這個馬路上跑 那會有非常完善的交通安全與防疫的措施 所以在海風徐徐吹來 那你可以在這一天探留健康 然後獲得豪力同時又做公益 中區國稅局表示 當天活動現場有20多個宣導攤位 民眾可以用發票兌換宣導品 主辦單位也設置打卡點 只要拍照打卡並出示 統一發票對獎APP下載畫面 就能換台電冰棒一支 還有265個摩彩獎項 希望鼓勵民眾走出戶外迎向健康 宣導記得索取統一發票的正確觀念 記者陳文旭 劉文軒 李佳金 台中報導